大家好 时间过得真快 一下一个月过去了 跟哪一个月过去了 跟美加边境关闭的日期一个月过去了 咱们上次说7月21日 那是一个开放日 在那之前一个星期呢 加拿大人都睡不着觉 因为 美国施加压力让加拿大开放边境 美国十几个 议员联名写公开信给加拿大总理 给加拿大政府说打开边境 但是呢 这个特鲁多政府终于顶住了压力 说美加边境再关闭一个月到8月21日 这马上就到8月21日了 这回加拿大老百姓没紧张 因为昨天 提前一星期加拿大政府已经 宣布了说经过两国的协商 美加边境继续关闭一个月 关到9月21日 这回加拿大人又可以放心一个月了 而且这次呢 美国人也没有施加压力 因为 估计他也不好意思施加压力了 他那边疫情 如火如荼 加拿大这边 几乎已经 归零了 美国呢 感染人数是570万 加拿大呢 一共感染了12万人 连他的灵头都不到 美国死亡人数已经超过17万了 加拿大呢 8000人 连1万都没上 所以美国人也不好意思 施加 施加将加拿大人开放国界 但是现在呢 美国人还有一个理由可以入境加拿大 咱们前面也讲过 他可以穿越加拿大到美国的阿拉斯加去 加拿大老百姓说 这是一个漏洞 好多美国人进了 进以后 他没上阿拉斯加 没上西拐 朝东去了 有的上班夫国家公园了 有的上安大利尼亚加拿大部部了 所以让这个边界 管理人员要加强监督 现在可好 美国的车一入境 加拿大官员上去叭击贴个大纸条 过境 transit 而且说这是法律 你这车主不能私自把这个纸条 撕下来啊 撕下来就违法 撕下来就罚款 所以这样他这车一路 加拿大人都能看得见啊 这是过境的车 他应该是往西走 他要掉头朝东 我们就报警 所以现在加拿大人都盯着美国车 美国人像是这个 快成了过街老鼠了 在加拿大境内不受欢迎 那么现在如果关到9月份 从3月21日如果关到9月份 每家边界就整整关闭半年了 可见这次疫情有多严重 也可见这个关闭呢 对加拿大有多么重要